9月26日,大批来自香港各行各业受到禁忌一系列暴力事件受害的市民 自发组织到位于旺角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办事处 举行饱饭碗要生存,追大台声讨集会 谴责鼓励学生上奸闹事的教协,破坏法治,误人子弟 市民表示,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激进示威者的肆虐 香港这块昔日的福地已接近黑白颠倒,治安混乱 千千万万港人养家活口的饭碗被打烂了 而最痛心的莫过于很多年轻人的认知观,世界观完全迷失了 市民认为,寻根究底,香港教协是乱象的货源之一 教协里的许多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述违法的观念 鼓动学生上街闹事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郭美芳表示 自己是正宗的香港原居民 香港最近乱了太久 每当他看到年轻的示威者破坏公共设施,堵路 他就感到十分心痛 他认为,香港通史科教材未经审核 里面有一些残害和洗脑年轻人的内容 在通史科里面,我觉得是任他们作的 那些议题是任他们的教师 尤其是戴耀廷在后面,骗的 任他们怎么作怎么作 我觉得教协或者我们教育局是很大责任 不应该这么简单 被他这样偏的通史科 这样去残害我们的下一代 一路下来就是一个洗脑的教材 我觉得 每一段新闻我都会流泪 就是有人受伤 为什么可以这么残忍呢 有市民表示,当今香港出现如此乱象 都是源于教育出了问题 他们认为通史科的教程和教材审批过于松散 很多教师教学态度不中立 参与集会的市民们表示 正式向教协提出严正抗议和谴责 是时候让暴力事件幕后指示者停手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